欢迎两位 怎么了 我觉得她讲的那些矛盾 没有那么夸张吧 你觉得妻子有点夸张 对 两个宝宝 对 上胞胎 男孩女孩 两个女孩 小片里有句话说 为了她回到老家是吧 是 在哪儿过去工作 过去在南京 然后现在回安徽 还是做厨师是吧 回安徽 干了金融行业 前一段时间发生过 一心交往的问题 然后现在还干厨师了 好嘛 还挺复杂 咱们一条一条线索来 妻子 你的不满意是什么 就是在家庭方面 她家务事也不做 衣服烂扔 家里面随便在哪儿 都能找她的袜子 什么宝宝奶粉罐上 宝宝的围栏里面 有一次宝宝都拿到嘴里吃了 那也不是我故意的 对吧 你看我袜子 拆口袋也不行 然后放那个柜子上 鞋柜上也不行 有几次她把我扔掉了 然后但有两次 也确实说我不对 我放在宝宝奶粉上面了 然后放在沙发上面了 但是对于上班的人 哪有那么多细心地 去布置一下呢 对吧 听明白了 你就不能放在卫生间 让我洗吗 应该算生活没有条理 或者比较邋遢 对 然后就是她休息吧 我想说你就是早上吃饭 她先吃 然后我再喂宝宝 然后她吃完了 我说那你喂一下吧 我再吃饭 对不对 结果呢 没到几分钟就说 哎呀不行了 宝宝头掉到饭碗里去了 关键你是全职妈妈 我是三班的人 我也不可能 像你带得那么细心 那么专业 对吧 但是孩子 他是想跑 一头栽到饭碗里面 那个饭碗就盖到她头上去 还有就是她工作上面 结婚前吧 她就有过 就是她朋友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个桌子上面 她旁边是她认识的一个女生 她就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 就一直在跟那个女生说说说 主持人是这样的 一桌子都是我哥们 然后就宽敬她酒 因为她也是当生 然后她就认我一个 然后我就劝了她几句 我讲你少喝一点 就劝了三次吧 完了她就不乐意了 回来完了 还说我中央空调 我说我没干什么 无非我就跟她 多讲两句话了 如果说你真的 因为我跟一心讲话的话 你生这个气 我真的没必要 太小心眼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一桌子上 我也只认识你一个人呀 但是我也没跟你 不是没跟你讲话呀 你没理我 你怎么就没理我 这个就算了 然后结完婚之后 她去上班了 第一个工作 她说她在同事中 认了一个师傅 是个女的 要跟她学习什么东西 就经常跟她聊天 有一次我看到了 她给她发了一个摸摸哒 然后完了之后 我查她的账单记录 在那个蛋糕店里面 买了蛋糕 我知道她肯定是 给那个女生买的呀 对不对 你讲的这个事情 你不觉得你自己有过错吗 对吧 我跟你说了 那个是我师傅 我想学她的一点手艺 对吧 你可以感谢她呀 你为什么要发摸摸哒呢 你听我讲啊 我是买了一点通鞋 去送给她吃 然后呢 东西学到了 然后我就发的微信 就是感谢的那个表情 那个具体发没发 我不记得了啊 但是从那以后 我一下班回来 手机就是给她 交给她 从看每一个人的摇摸天记录 仔细到每个人讲什么话 然后查完过后 再看那个林浅明戏 每一笔钱 哪怕是一分钱花到哪 都要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一次不查 天天是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后来 对我实在是太Q了 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说 我都感觉有点丢人 我就有一次 因为我们开了个小店嘛 旁边有家水果店 冬天卖了个栗子 我特别想吃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生了两个宝宝 经济上不是有点 压力 那天早上看得热腾腾的 我就好想吃 我就买了六块钱 就六块钱 她就在那里 跟我床下来 你看 你又来了 你这个事情 我已经跟你 承认过好多次错误了 对吧 那天是这样的 那天下着雨 早上嘛 肯定生意要差一点 对吧 然后我心情不好 就看到她拿着个袋子 在那装栗子 就冲她吼了两句 我说你少花点钱 对吧 她就哭了 然后就打电话给她妈了 然后就回娘家住了几天 对啊 我真的特别委屈 因为我没想到 我花这六块钱 她在那个小谈面前 冲我发火 我说别说了 大不了以后我就不吃了 她还在那里 继续说继续说 就是感觉外面人都听到了 我感觉我真的 在那里待不下去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说我跟她过不下去了 她现在为了六块钱 她在这里讲我 这件事情我已经承认过好多错误了 对吧 谈恋爱的时候 我对她确实舍得花钱 结婚了嘛 毕竟是两个宝宝 生活经济压力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有的钱是该花 有的钱是花在有用的地方 比如说是花在家庭 都为孩子付出一点 你那个 你挣的钱是交给妻子管 还是你管 你们家谁管钱呀 开始是她管 后来 没给我 就管到我身上来了 先挣的钱都在你自己口袋里 我给你管 你管好了吗 现在就是我买什么东西 我都得跟她说一声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会跟她说一声 然后完了她对自己扣 对我扣 对宝扣 对吧 我都得理解 因为你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嘛 但是我不一样 我只对我自己扣 我没有对你对宝宝扣 我嫁给她第一年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妈妈每年都会给我买新衣服 但是因为嫁给她 经济我知道紧张 但是我还给她买了新衣服 我自己都没有买 听明白了 所以你也很委屈是吧 其实这些我都挺拿好的 可以接受是吧 对 因为为了宝宝嘛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她不关心我 我觉得对我还蛮难过的 她对你的不关心 除了例子之外 还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不舒服 就是后来发生一件 我觉得更严重的事 就是第一年的结婚 今天日她居然说给我忘了 就是我提前了好几天 我跟她说了 或者几天是我们结婚 今天日 然后那一天我真的我在家 我觉得她会给我带点什么 哪怕不贵重 我觉得你心里面 记得有我就行了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说你忘了 就跟我道个歉 她跟我说 你都结婚了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要那么梦幻了 这个是我的错 但是也不能完全说 我个人的错对吧 因为是工作的事情 以前都是她陪我去店里 然后就那一天 结婚纪念日 天下着雨 她自己在家 然后我从早上九点钟到店里 然后晚上七点钟 我一直就没离开过店 啥店 就是卤菜店 卤菜店 挺好 对 然后我就是忘了 然后 那你跟我道个歉呀 你为什么说那种话 然后后来还说 你要不把一年要过的结认 都列出来 那也是企划好不好 他说我就按照你列的 给你过 因为这个事情 他不依不恼了好几天 然后呢 我跟他讲话 他还是不理我 不理我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 你以后把一年 多少该过的结 那个名单 怎么过怎么过 这个话是我不对 但是那是气话 你不能老子 放在心上 你觉得 你先生心里还有你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对宝宝 还是挺好的 就是感觉 他做到了一个好爸爸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做到一个好丈夫 这没有做到好丈夫 是因为他不关心你对不对 对 我觉得可能是你误解了 对吧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也是当父母的人了 对吧 你更多的是为这个家庭 而不是就是这样 一味地成绩在爱情 那个谈恋爱的那时候 那个阶段了 至于省钱这一方面 我也确实过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不讲道理了 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确实是给师傅买蛋糕了 对对对对 给师傅买蛋糕 就是为了学习 还是有别的想法 真的 因为这聊天记录 我都没有上 因为我深圳不怕眼子鞋 你查就查就知道 但是他就想到其他的了 对吧 那为什么会为了异性 而重新要开店呢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你刚才说 后来发生了一些 跟异性的问题 我就不做这个了 我又回去做厨师了 你说的原话对吧 对对对 指的是哪件事啊 就是他不是又还了工作吗 又认了 又认了个女师傅 这个没听到呢 对我刚刚准备说来的 然后因为他们在这里上班 公司在市里 他们每周一周五都要开车去 就要去市里开会 他有车嘛 就是经常会问他 要不要一起去 然后最后发展到 那个女生说你在哪 我在哪 你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儿你直接过来接我就行了 就被我看到了 关于这个问题 那也是他的错 也就代代他们 然后有好几次 我为了再顾及他的感受 我自己都是坐公交过去的 然后也自己坐公交回来 那不是我跟你吵完架之后才做的吗 那你怎么不觉得我为你少想了呢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来想干嘛呢 我就想他在家里面多帮忙我 在外面跟女性交往 有一点界限感 你不要老是主动地去找别人 他现在不就开了个鲁卫店吗 他还怎么找呢 不是他是 孩子八个月之前开的是鲁卫店 现在呢 我现在是在外面做厨师 又去做厨师了 对 然后呢就是对我 我不要你多大方 最起码你心里面记得我 每个节日会送点小礼品 就想几块钱我都会很开心 就是你心里面有记得就行了 我不需要你说什么很贵重 999度什么钻件什么 我都不需要 我就需要你记得就行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以后肯定会稍微地收敛一点 对吧 但是你觉得你自己 什么问题收敛一点 就是抠的方面 是过纪念日还是跟异性交往 咱们这问题说清楚 都会有异性交往方面 咱一个一个说 异性交往方面 我都会改变一点 然后至于花钱这一块 我会就是想多为他付出一点 但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吗 你在网络上面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温柔很贤慧的人 而且有几次我生气了 你还会去哄我的那种 但是我回来跟你结婚以后 你是什么样子的 动不动去发脾气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在超市跟他买那个酸奶 他之前前一天已经胃疼了 我说胃疼冰得少吃 我的妈 他在大众场合不顾不任何人的感受 就一身吼起来 搞得好多人都看着我们 我感觉很丢人 你就不想让我吃那五块钱的酸奶 那你看就是 你看因为那个六块钱的粒子 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过不去了 问一句 吃了吗酸奶 我是买给宝宝吃的 然后他就在那里说 让我不要吃你知道吧 你吃了吗 然后我没吃 我喂给宝宝吃了 那你就吃呗 对 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 你真的很介意这事 我就介意那六块钱 行 你说先生的我们听明白了 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 对吧 能够再多帮帮你 但是我还有一点 还有 就是他总是说我结婚前怎么怎么样 很温柔 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结婚后 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么暴躁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我很累 我想要就是你回来的时候 你不能带小孩 然后跟我沟通沟通聊聊天 他从来靠上 只有我照大的时候 他才会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 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 我每天早上上班 是七点 七点半起来 然后晚上五点吧 然后回来就要做饭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 我更多地认为你太过计较了 你觉得 你每次都说 你这家就是带小孩的 你就是该洗衣服的 女人就该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干嘛要去你 是不是你说过的 这个话是讲错了 但是你觉得各有分工嘛 所以你们俩想到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就希望他改变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 脾气 最大的就是脾气 想不想好好过呀 想 真想 真心想 我来这里 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围账 能解决我们两个最根本的原因 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我在资料上看到你们三月份第一次见面 然后开始一笔恋 六月份回到同城 七月份就订婚了 等于说你们仅仅是一个月的共同相处时间 就决定白头偕老 我们怎么可能跟对方相处一个月 然后就相许终生呢 喊恋爱是大家经历热烈 然后开始平淡开始争吵 最后我们吵不黄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彼此适应 才会走向婚姻 你们把争吵的这部分拿到了婚后 才会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而问题的症结是 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难处 先问一下女生 你在婚前工作过吗 工作过 那你会跟男同事有一些基本的交流吗 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们那天去参加朋友婚礼 他当着你的面 劝朋友说少喝点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基本交流 而且当着你的面 你当然摸摸搭肯定是不对啊 第二点 这个袜子啊 往哪放 宝宝的脑袋是否掉到了饭碗里 这种小细节都不值一提在生活中 都是难免的 男人嘛 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 为什么男人就是和 他们很难注重这样的细节 是吧 你这个 你不能说我们就是和臭袜子 放在一起的 你说他们跟臭袜子 一个味儿的臭男人 我们可以理解 你不能说和臭袜子一样 是吧 就是我们女人要抓大放小 不要去注重这些细节 咱较真儿的就是那六块钱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能赚钱 你吃那六块钱的栗子 她敢不敢说一句话 不敢 所以在这儿 明白吗 我一直在劝女生 你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 然后一定就是我花钱的时候 底气就是足 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你现在就是憋的在家里头 实在没什么事干 拿查老公手机 当一娱乐项目 所以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暂时因为双胞胎的宝宝 忙家里的这些事情 但是要有自己的闺蜜 要有朋友 要出去社交 好不好 这是你的问题 你 你知道一个女人 戴双胞胎的宝宝有多难吗 我生一个孩子 然后我们家有其他的这个人 帮忙照顾 等于我们两个人带一个人 我每天不录影的时候 在家里 只有晚上十点以后到十二点 这两个小时 是我自己的时间 其他的时间你就会 不错眼珠地盯着这个孩子 他吃了他拉了 他玩着他闹着他登高了 他望远了 妈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公 给予无限的理解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特别不爱听 你不就是一全职妈妈嘛 所以家里的所有的事情 都要你干 我告诉你 在家带孩子 绝对比上班要辛苦 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我知道你很难 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 是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 你们俩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吵架 是换位 你有休息的时间吗 有 星期几 星期六星期天 好 你们就找一个星期六星期天 你俩换工作 你出去找一个兼职 就周末的这种 七点钟就走 你就在家给我带孩子 晚上 你七点钟回来 你接手 或者怎么样 你爱帮忙不帮忙 你可以像他一样不帮忙 你就带两天 你试试看 你就可以知道 女人带孩子有多难 你就可以知道 男人在外面赚钱 压力有多大 他是不是需要和其他人 有一定的交流 在婚姻当中 要彼此的理解对方的难 我不要求做到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要相互温暖 祝你们可以白头偕老 好 谢谢左岩老师 陆琪老师 左岩老师说 就你互相不了解 为什么互相不了解 不懂对方的男呢 因为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两种价值 一种叫社会价值 一种叫家庭价值 你们做了一个分工 但是分工带来了隔离 你身上只有家庭价值 几乎没有社会价值 你只有社会价值 没有家庭价值 在这个时候 你发现 你理解不了他的家庭价值 他理解不了你的社会价值 最后 因为你们互相不了解 对方的价值 导致你们互相在漠视对方 最后你们陷入了一种 情绪的恶化 所以我非常同意 左岩老师刚才说的 一定要互换角色 了解对方的价值 才能够真正的理解 对方的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胡奇老师 你来我们这个节目 想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让他的胸怀大一点 另外一个呢 让他的脾气要小一点 这两个改变跟爱情有关吗 六块钱都不能花 酸奶不能喝 那是留给孩子的 实际上你吝啬的是钱吗 你吝啬的是你对他的感情 你的两任女师傅 一个买蛋糕 一个要送人 你可以关注到 右手边的这个同学 他要少喝点 你本身还是个情感丰富的人 恰恰你最应该把自己的情感 关注到谁身上 这一点 才是你吝啬的地方 而女生呢 你虽然流着眼泪 但是同样 你也吝啬对他的爱 老公不容易啊 对不对 为你而来 为你换了工作 到你身边 他在外面是在 做一些自己为家庭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多去理解理解他呀 为了一个酸奶 同样都是知道喂宝宝 但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场合 就要跟他去闹呢 那脾气大 你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状态 调整一下呢 其实你状态调整好了 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啊 对不对 不是你一个人苦 他也苦 两个人都改一改 这个家庭最核心的是爱情 有了爱情 宝宝的未来也会幸福 你们也会幸福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你给其他的女人买蛋糕 你送她们上下班 却不愿意给她买酸奶 不愿让她吃六块钱的例子 很多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认为 他在家干任何活都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之间是自己人 但外面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外面的女人 因为我要跟她一起工作 因为我对她某种需求 某种虚荣心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外面的女人面前 你是脑袋往上看 而在家里你是眼睛朝下看 这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惯性 但是你要想想啊 别的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 莎士比亚说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你们的婚姻太过于冲动 但是冲动过后 感官上的喜欢退去之后 剩下来的那些不了解和那些磨合 才刚刚开始上演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也不必苦恼 你必须要经历了解的这一部分 你以前没有花心思 花时间 花精力去了解对方 那么这个功课很显然就留到了现在 再加上孩子刚刚出生 这所有的事挤在一起 出现你们这样的情况 是正常的 不要觉得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你首先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事实上只有等经历了矛盾 经历了冲突 之后你们的爱才有意义 你别看那些一天到晚 在外面晒幸福的 甜蜜的那些小情侣 那不是爱 那是感官上的喜欢 你只有经过了磨合 甚至磨合的鲜血淋漓 你之后的爱 才有深远的意义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好的招法 我只想说一点 就是尽可能的交流 你上班的事要跟他说 你带孩子的事要跟他说 通过交流 他可以了解到你的工作状态 你要跟他聊这个事 不要把时间花到什么 买蛋糕那些什么去 你把自己的工作状态 自己的喜怒哀乐 有事跟他聊一聊 而你对于在生活当中的苦闷 带孩子的艰难 对于生活其他的向往 你也要跟他表达 交流是最基础 也是最唯一的了解的方式 但是这种表达和交流 不要带情绪 甚至我认为有的时候 你在工作的其余时间 他可以去你那看一看 你也应该适当地带他出去走一走 远的地方去不了 近一点的公园 是吧 毯子一扑 是吧 晒晒阳光 吃点自己家做的饭菜 这不是家庭生活是什么呢 这种事为什么不能做呢 这不是交流吗 所以与其去埋怨 不如花时间去了解 上班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已经够少了 我们没有时间花在吵架 没有时间花在其他的同事的身上 我们多花点时间 在彼此的了解上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看啊 这是百分之九十家庭的正常情况 大概只有在这百分之九十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十 想上我们这个节目 在这百分之十里面 大概有那么百分之二三 能上得了我们这个节目 那这百分之二三 除了他的幸运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性格 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个常态家庭 很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呢 很多事儿 其实你掰开了揉碎了说呀 这中国那句老话嘛 清关难断 家务事 为什么难断啊 没有是非对错 在这种琐碎的生活当中 你有你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而其实我们最不擅长的 恰恰是沟通 或者叫交流 我们的社会配套体系 是有不足的 这个不足还来自于什么 有很多人在贩卖焦虑 卖给谁呀 就卖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妈妈呀 孩子要这样长才行 那样长就不行 鬼扯 家庭模式是千千万万的嘛 最核心的一个是 在你的心里你要什么 你要跟他说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 把心里那些东西全沟通出来 那就直接一些 所以其实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想过吗 想好好过吗 那咱们就把动作一致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确实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 请...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她们如何选择 请开门 就消消气吧 现在也不是吃栗子的季节 我跑提前买了一点栗子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激恨这件事了 好不好 咱们以后一起过好这个家庭 可不可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 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好的好不好 不要再跟我吵了 我知道你也挺难的 其实我们互相多理解一下对方 以后的日子还缠着呢 我们不为自己要为双胞胎想一想 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专属天使